因為以前就是玉碟大概就是8COMBO是極限的 那這一次怎麼辦 對啊那這樣不是這樣沒有多COM喔 不夠8COMBO不夠 我必須要再拉大概4COMBO會是最好 哈囉大家好我是平白星 今天要來跟各位做教學的是生木之塔的連鎖龍蚊 連鎖龍蚊齁 這顆龍蚊基本上大家用起來還算順手 那但是很奇妙的是 這次收到很多乾爹以及觀眾粉絲回饋說 這顆龍蚊大概都只能弄到2萬多分 那我去做嘗試一下 的確 用以前教學的方式大概只能落在2萬多分 如果你要再上去是很拼運氣 因為之前的標準是2萬分 就可以拿到獎勵了 那這一次標準是3萬分 那計分標準一樣多了1萬 基本上難度當然提升很多 所以這次來跟各位分享百姓如何 讓各位能夠更輕鬆的達到3萬分 我用之前的教學加上新的元素進去 口訣很簡單 先做玉疊多COMBO 五連強化珠博肉 先做玉疊多COMBO 五連強化珠博肉 什麼叫先做玉疊 你可以看到我先疊了1,2,3,4,5,6,7,8 8COMBO 先做玉疊多COMBO 這是多COMBO嗎 不是 因為以前就是玉疊 大概就是8COMBO是極限的 大概8COMBO就極限了 那這一次怎麼辦 對啊那這樣不是這樣沒有多COMBO 不夠8COMBO不夠 我必須要再拉大概4COMBO會是最好 2COMBO有點緊繃那怎麼拉 你這個消珠的時候有個特性 你不能先消這個 因為你消這個的話 它這個會掉下去 掉珠的時間會拖到你消珠的時間 所以我擺的位置是這邊先再來這邊 然後這邊先再來這邊 如果你這樣反過來有沒有 看得懂嗎 如果是我先消這個它會掉下來 所以這個珠子我這樣擺的原因是有用意的 我先消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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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順序這樣消過來 好那8COMBO不夠怎麼辦 從上面撈 怎麼撈 你拉過來的時候 這顆珠子拉過來開始消珠的時候 龍克脈動開下去 去上面抓3顆3顆3顆 如果有4組的話基本上 這一次應該就沒問題 如果有2組你就有點平了 所以這個 我已經想盡辦法了 那這個方法應該已經是最好的方法了 如果有更好的方法大家可以提供一下 懂嗎 先做玉疊 多COMBO 這8COMBO夠多 要從上面再去撈才夠多 然後第二個部分五連強化珠不漏 五連強化珠不漏 什麼叫五連強化珠不漏 你只要消五連珠 它會炸客屬 消強化珠它會炸銅屬 你消五連強化珠 它會炸銅屬跟客屬 所以後面的分數要靠炸版 來拿取分數 前面的話就是要增加COMBO OK 好 來為各位來做一個示範 拉過來的時候 趕快上面 33333消 3 4 2 5 6 基本上 掌握這個原則 你拿2萬多分接近3萬分 都沒有問題 2萬多接近3萬都沒有問題 那3萬的話就是 像我剛剛講的那些關鍵的要訣 你一定要每個都達成 尤其是上面COMBO先拉到 後面其實我剛剛有一點delay了 我覺得我還 我認為我還 想說應該這次失敗了 因為後面我有點delay掉 可是前面的COMBO我拉的夠多 所以後面炸版的時候效果會變得很好 OK 好 以上就是這一次這個 連鎖龍蚊的這個教學以及示範 供給大家參考 我是平凡百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喔